可以選 找一下 比如說你要找12生肖 或者你想說 老師我不想要找12生肖 我想要找四季好了 春夏秋冬 還有什麼東西 你自己去想好了 還有梅蘭竹菊 植物、動物、昆蟲 什麼都可以 看成語哪些是以前最愛的 到底四季哪一個最多 有沒有 春幾個 按確定 春有246個 有沒有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統計12生肖的話 那是不是說 我就一個查完 然後把它填在那個表格裡面嗎 那這樣感覺好像沒有 好像已經有比較聰明一點點的 但是好像又沒有太聰明 為什麼呢 因為還是要花12生肖 還是要查12次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不用查12次 自動就產生結果呢 跟各位講 還真的有耶 所以以後 如果你想要查 某一個 某一些關鍵字出現的次數的話 接下來 你們可以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這邊的話 你可以比如說 給它工作表名稱 叫做 統計12生肖 12生肖 OK 好 那接下來你就把生肖一個欄位 然後數一直到 豬的話可能 就是用剛剛那個 用死好了 因為這個 豬好像找不到 至少有死可以找到一個字 OK 然後 最後的話 其實我已經統計出來了 那你想說 這怎麼找的 其實很簡單 只要用一個函數就可以了 叫做conif 這個conif還蠻厲害的喔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怎麼統計 這個把它delete掉 所以喔 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先在這邊 先輸入12生肖 也就是你要查的 比如說你要查12個東西 當然一樣啦 如果你要查四季 或者查什麼植物啦 查什麼動物啦 你可以旁邊再繼續列舉 那如果你要查的話 數量把它找一下 那你可以在這邊插入函數 找到統計類 裡面有一個叫做conif的函數 conif喔 這還蠻好用的 以後要算那個 有幾個的話 所以以後要算哪一些詞 出現的次數喔 其實你只要用這個就可以 conif 好 統計裡面的conif 按確定 他會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去哪邊查 那你又跟他講說 我要查的喔 就是成語這個工作表裡面 這個先把它取消掉 因為這個 把這個 這個先取消 因為這個 這個如果沒有取消選不到 篩選把它取消 所以喔 插入函數裡面找到那個 conif 統計類的conif 然後range的話 找到成語裡面的 A2一直往下 記得喔 先點成語之後 優標放A2 把他ctrl shift向下 記得喔 你不要往下拉 因為往下拉 總共一千多個 你要拉很久 那最快的方法是 直接讓他選到底 所以記得一個快速鍵叫 先點A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他就幫我選到底了 然後呢 再來 把這個範圍喔 前面加錢的符號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 在A2的2 加一個錢的符號 在1 186 加一個錢 因為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那條件 第二個 條件 那條件的話就是說 幫我找一下這個 數這個字 但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是0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原因 跟剛剛的那個 就是 這個查詢的關鍵字很像 就是 你如果只要數 它就是 乘以四個字 一定要只有 就只能有一個字 所以呢 如果你要敘述的話 你要跟他講說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 那所以喔 請你在前面加一個等號 等於 這個可能要這樣 要先加一個文字 然後等於信號 也就是說 不管前面 中間怎麼串 加一個AND的符號 跟VPA那個有點像 只是說 VPA AND的前後 要加空白 但是這邊不用 後面尾巴 AND 再加一個什麼呢 信號在裡面 有沒有 跟剛剛那個X很像喔 只是差別是 在VPA AND前後要空白 這邊不用空白 就是 不管前面是什麼 也不管尾巴是什麼 那就幫我找找看 所以他會很快的幫你把 這個 所有的成語都檢查一遍 數的 算完一個 好 那接下來按確定 再來你把它點兩下 馬上呢 全部通通查完了 那同樣的方法 你也可以查什麼 查那個 試劑 試劑 試劑哪個比較多 試劑哪個比較多 是 沒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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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補一下就好了 為什麼沒有羊 對 有時候 沒關係 好 羊 好 羊應該有啦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加一下 然後 同學比較細心喔 兩個 好 那最後當然如果 我希望 可以按照 這個多跟少排序 不要按照順序 那你可以把游標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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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的地方 然後常用裡面 不是 資料裡面有個Z到A 那它排序 有沒有 虎 馬 龍 然後最後的話呢 你甚至可以再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圖表 圖表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直條圖好了 有沒有 插入一個圖表 這個是 直方圖 那我這邊可以用那個 插入圖表 那你就可以在旁邊 加一個 圖表 類似我們 在那個 雲端上面看到的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剛剛那個 公式我把它放這邊 在第八頁的地方 各位找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以再找其他的資料 因為我覺得如果可以把這些資料量化 馬上可以查出 到底哪一些 字出現的頻率是多少 當然你這個地方也不見得只是一個字 你也可以是一個詞 也可以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稍微做個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是舉 成語這個案例 那所以第一個 反正你就是一定要先把資料 把它放在這個 這個表格裡面 那也就是說 將來你要做查詢之前 你一定要放在這個表格 然後每一個欄位都可以拿來做查詢 那目前我們這個時候練習是 根據成語來查 那未來如果說你有別的欄位 比如說解釋可不可以查 解釋也是可以查 我在雲端上有放解釋的查詢 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換一個欄來查而已 那方法都一模一樣 然後其他的話 再來就是十二生效的統計 這個公式可能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範圍選的時候 記得在2跟1186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那為什麼要加錢的符號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如果你向下填滿 假設沒有加錢的符號的話 然後一往下拉一個 2就變3 3就變4 這個數 這個2 如果你鎖起來它的範圍就固定住了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然後呢 這個地方 條件部分的話 記得 在雙引號前面加一個等於星號 然後呢 跟A2中間要串的話 一定要m的符號 這個可能也比較容易會做錯 OK 做完之後馬上可以統計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 理論上最好是視覺化 其實現在好像大部分 還是看圖會比看這個字 或者是數字來的直覺 所以最後的話你可以再插入什麼 插入這邊有一個建議表格 或者你可以選你要哪個表格 我用建議表格 它會自動幫我選一個直條圖 我用選這個好了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直條圖打開 然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圖自己再改一下 上面的名稱的話 也許叫做什麼 統計12生肖 數量 數量 數量圖也可以 加一個這樣 類似 然後呢 上面的字 你也可以常用裡面 加一個紅色的字 字大小於20 然後加粗體 好 那這樣的話就很清楚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呢 反正今天我們基本上就是做了 把資料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呢 做篩選成語的VBA 跟復原 OK 然後呢 並且在旁邊再插入一個工作表 先產生這個 然後再畫一個圖 這樣就OK了 那 再來的話 你們也可以再找找看 有沒有其他你想要把它變成 查詢 具有查詢功能的 一部經典 當然不過剛開始啦 如果你 像我是還蠻想要把那個 像類似紅螺夢 通通放進來 不過紅螺夢大概一百萬字 一百萬字的話 那處理起來其實還蠻好工的 所以 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換一個 大家可能比較 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說呢 你可以拿 我這邊還有放一個 這個 雲端白板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 倫語 倫語的話 它的總字數大概 兩萬字以內的 OK 那 我是 從哪個地方查到的 我查 你Google查一下 那個 倫語全文 這邊其實就會 那我的出處 我看一下 出處好像有把它標在這裡 這個是出處 那只是說 這個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OK 那主要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能要知道它的結構 所以這個 它的結構 基本上是 第一個是它哪一篇 有沒有 然後呢 哪一篇的第幾段 那剛好這個資料 我蠻喜歡 就是說 它剛好它的瓜糊 裡面其實就是哪一篇 所以第幾篇 它就學而 學而篇 然後哪一段 第一段 所以喔 這個其實可以拿來 當成 一個欄 當成是 一個資料的標記 所以這個也許 假如我想要查說 這到底 倫語裡面 比如說 仁愛的人好了 人 比如說 仁義理智好了 這個仁義理智是四端 孟子講的 到底仁義理智 在倫語裡面出現的次數 是不是很多 那孟子它的想法 是不是 這個延伸至倫語 就是孔子 那 仁義理智 是不是也有類似像 孟子的相關的 這個觀念 OK 那這個我想 我們下一次來看 如果各位有興趣 也許可以先找找看 你想要查詢的相關資料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最後請各位 就是把它做完之後 另存新檔一下 把它存檔的時候 那記得要啟用巨息的活葉布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一個 乘與查詢好了 乘與查詢與統計好了 統計的話 就統計它12生效 然後記得要存檔類型 記得改成 啟用巨息的活葉布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隨身碟 OK 把它存檔 那這樣就完成今天的練習